陈敏勋在今天可以说很特别的董事会当中 那么他来到了现场而且正式的请辞 那么新任的董作是谁 虽然说财长李树德今天表示 101现任总经理林鸿鸣将会招待 但是根据了解101副董事长焦又伦 今天现身在董事会的现场 让整个政命案充满了变数 到中午为止董作人选都还没有确定 那么大家就问说 为什么焦又伦在现场就会充满了变数 其实大家来看看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好 我们把这个故事缩短 想当时其实焦又伦本来就是101的董事长 他也没做了什么错事 但是陈敏勋后来就接了101的董事长 那焦又伦下来以后 他又转为101的副董事长 其实是蛮尴尬的 但焦又伦做副董事长也做得不错 现在大家就想说他会不会接101的董事长 就大家就在看 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 而由另外的林洪明来站待 那么站待多久呢 一般来说应该是30天之内 就会有新任的董事长出现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会姓焦吗 不知道 这个人会姓姑吗 不知道 这个人会是男的吗 不知道 这个人会是女的吗 不知道 大家都在猜 我们今天就来为您深入报道 先来看看这个非常诡谀多变的董事会现场 101大楼一上午警戒森严 气氛有点诡异 因为9点整 101召开了董事会 陈敏勋提出了书面辞呈 上午10点提前离席 而下午1点钟董事会结束 101随即发出简单的声明稿 里头提到陈敏勋在会议一开始 就向董事会提出了请辞 会中董事成员一致来推举 现任总经理林洪明担任代理董事长 这样的人事安排其实完全符合财政部的沙盘推演 那现在短期我们暂时先请由 现任的总经理来站待董事长 那一段时间我们会尽快地再来临选一个最适当的人选 不过这场董事会当中 有一个人的出席似乎不在公股的安排剧本之内 那就是101副董事长焦又伦 声明稿也提到焦又伦接续了陈敏勋来主持董事会 根据了解原本预期不会出席的副董事长焦又伦 这一次争取重回董事的态势非常的明显 当年陈敏勋就是几下焦又伦做上了101董事会 如今焦又伦是副董事长 林洪明是总经理 林洪明却由公股安排接下代理董事长 似乎对焦又伦这个副董事长说不太过去 但是焦又伦仍旧出席这场董事会 是不是为争取其他的鸣鼓支持 或是为101董事长未来来铺路呢 也让外界非常的好奇 传续新闻张迅吴振宇台报导